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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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韓吉祥 那我來自一個 武術的一個家庭 但是我小時候 其實並不知道我的家裡面 是有長輩 是學習武術的 以前不知道 那因為我爸爸他們其實都不是做武術教學 後來有一次音源祭會下 我的哥哥 有一個學長 是洪涵平老師的學生 他練洪家拳 那他 跟我哥哥在聊天的時候 我哥哥畢竟大我很多歲 他是我們第三代唯一被我爺爺抱過的孫子 所以他有稍微知道我爺爺 以前是一個武術家 他就 開玩笑的問學長說 你有沒有聽過韓慶堂 他是我爺爺 他的學長就嚇到說 韓慶堂是你的爺爺 真的還假的 他不相信 因為對於一個傳統武術愛好者 韓慶堂在台灣 其實算是蠻高的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 了不起的一個人物 所以他想要 了解這是真的還假的 他就開始追問下去 那我哥哥就說 你不信你去問我爸 然後他就帶著學長 從學校下放了學 就兩個人騎車到我爸爸的公司裡面去 然後讓學長跟我爸爸聊天 那一聊 當時我也在 我聽了才開始知道 原來我有一個爺爺 韓慶堂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武術家 那我哥哥這個學長很有趣 因為他們學校在淡水 我爸爸公司在三峽 他就因為這樣一聊 然後就決定當天聊完 然後就問我爸爸 公司有沒有缺人 他想要過去打工 他就每天放著學 就去我爸爸公司打工 對 那我就 因為那個這樣子的關係 我就每天沒事 我那時候年紀很小 沒事就在那邊玩的時候 看到他跟我爸爸 學習一些東西 就是他們工作 然後中間有休息時間 他就有機會 問一下我爸爸一些動作 然後他就學 那我在旁邊也很有興趣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武俠片 然後我爸爸就說 你沒事去跟這位哥哥練拳 那我就說 要怎麼練 他說不管你就是跟這個哥哥練就對了 那那位哥哥就說 可是他練的是紅拳 我們的是北拳 我沒有關係 我爸爸的觀念就是 武術就是武術分什麼南北 你分了那就是你的區別性 我爸爸那時候這樣子 他說我爺爺也是講說 國術都是任何各派都是叫做國術 你分了你反而就局限了 那我爸爸這句話其實影響了我很深 一直到現在 那所以我一開始的第一個馬步 其實不是我們家的那個北派馬步 是洪嘉全的馬步 所以到了現在我雖然洪嘉全 並沒有那麼深入的去鑽研 可是我永遠記得我的第一個馬步 是練洪嘉全的馬步 那時候那位哥哥教我練工智服務 現在我其實也記不太起來 就只記得五步開馬完以後 馬步蹲著 哇好累啊 反正就那一段 那個時候剛好開始暑假 然後我真的每天就在那邊 跟著這位哥哥學習 那這位哥哥他也告訴我說 你要學你要記得你爺爺功夫這麼好 你要學就把自己家的東西學回來 那我就開始很想要練我們家的東西 那我們家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在我心中出現問 我就去問我爸爸 那我爸爸他們太忙了 沒有時間好好跟我分享他們的小事 因為他們對他們來說 他們為什麼不再教我們 對對對 因為他們在那個年代 台灣經濟政起飛的時候 教武術沒辦法養家不活 所以我叔叔 不過他們那一輩的全部都沖傷 那在那個時候的台灣的背景下面 你只要願意努力工作 你就有機會成長 家庭就撐得起來 你就可以賺錢嘛 所以後來他們 到我想要學武術的時候 我爸爸已經幾乎二三十年的時間 沒有在碰武術了 所以我想要學拳 我爸爸說 學拳 我爸爸以為我只是開玩笑 可是我真的想學拳 他就說那你就先學最基本的 他就教了我一套連步拳 比較的基本拳 但是他真的很忙 我練得也很開心 練練他就跟我說 後面的拳 因為爸爸太忙了 而且很多東西他也沒辦法記得那麼完全 因為太多年沒有碰了 他就說 你就先以科業為主 以後再大一點的話 有機會再繼續看會碰到什麼老師 再繼續學下去 那有一次我爸爸媽媽就開玩笑的問我說 你知不知道你有個姑姑 在美國開武館 我爸爸的姐姐 然後我說 蛤 在美國 然後我媽媽就開玩笑說 你要不要去美國跟姑姑學習 我說好啊 好啊 我那時候當然就說好啊 可是我那時候台灣的國中 其實科業壓力很大 對 那我媽媽就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可以練習 又可以不用讀書多好 對 那時候真的年紀小就是 單純的覺得不想要讀書 想要練習 那我爸爸媽媽他們心中的算盤是 你過去可以學英文 他們的想法是 你過去可以學英文 那我的想法是 我過去可以學武術 那就因為我一句好啊 結果他們就開始聯絡過美國的姑姑 然後就開始辦美國手續 然後我就真的過去 我真的過去在那邊住了一年多 快兩年的時間 真的過去 每天練拳喔 因為他們 我姑姑姑讓他們 在美國Boston那邊 不管每天晚上大概五點開始 就連續四個小時的時間 都是每一個小時就一堂課 我幾乎每一堂課都可以 對 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時間更有趣了 早上我就是起床跟著我姑姑運動 她大概六點起床 我們就會到公園先去跑跑步啊 然後開始她會教我東西 所以我的基礎是在美國那個地方 真的在那邊紮紮實實的紮出來的 是這樣子 而且是我姑姑手把手這樣子挑 那後來中間我媽媽去了幾次 越去越覺得不對勁 為什麼不對勁? 為什麼我的英文沒有變好? 因為我都沒有練英文 大家都說 把一個人丟到美國那樣的環境 英文不好都會變好 那個時候 因為我都在接觸武術 所以英文這塊我就 真的沒有太用心 那我媽媽就覺得 不是啊我是讓你去學英文的 結果你都在練武術 所以她後來考慮了很久 就決定再把我帶回來 我那個時候還是喜歡練拳 回到台灣到處去找哪邊有武術的老師 我也不管是不是我們家的東西 我就是想練拳 那時候我的姐姐 她的同學也是練武術的喔 她就說她的老師很厲害 要帶我們去 然後我就跟著過去 她的老師叫黃偉哲黃老師 是我迷中拳的老師 因為我姑姑她的太極拳打得很漂亮 我就一直想要學太極拳 那在那邊我姑姑有教我陳家太極 楊家太極都有學啊 那回到台灣想要繼續經修下去 需要找個老師繼續網 因為太極這種東西她很深嘛 要有一個老師在中間幫我繼續引渡下去 那我在台灣找 就剛好在我們家附近的一個文體中心吧 她的網上看到一個老師的陳家太極打得很好 而且她打的是老假 那她的老假的順序什麼都跟我學得很相似 那我就主動上去聊 說老師我很想跟你學 我在板橋遇到這個老師 我的那個學校在三峽 那結果我到那邊 那邊教全校的老師就是我這位老師 李老師 李興發李老師 陳家太極拳的老師 所以這又是一個緣分 又是一個緣分 我就跟著她高中三年 跟著她最後拜她為師的選陳家太極拳 去專念裡面的東西 這三年基本上都在紮太極拳的功 那三年完就要考大學 要考大學 那我就去考國術系 那時候全台灣只有文化大學有國術系 所以文化大學有國術系 好 我就知道我要考國術系 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可不可以讀這個科系 我媽媽就說 蛤 你又要去練武術 那你以後未來怎麼辦 媽媽會擔心未來 台灣的家長其實都會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希望你未來可以做可以賺大錢的 不用再讓父母擔憂的 那因為武術這個東西在領域裡面 工作的領域裡面 比較像是一個冷門的科系 他不知道你未來怎麼辦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喜歡他 我把他讀到最好 我不相信任何領域裡面 讀到最好不會有工作 我不相信 我就給我父母承諾說 我以後當老師 我要當老師 我媽媽聽到當老師 老師這個名字 一出來我媽媽眼睛亮了 因為老師在一般家長的心中 就是一個 鐵飯碗耶 政府養你耶 在學校裡面的老師是這樣 原來那時候沒有想到是在外面當老師 他說好 你就當老師 證明給我們看 大家在陽明山讀書 文化大學在陽明山 大家下個課都出去外面玩 我每次都跟我太太講說 我在陽明山 我好像都不知道陽明山發生什麼樣子 我進去我就是在練習 然後下個課我還跟著教授 跑到教授家裡去練習 那或者是我到處去找我爺爺的徒弟分散在哪邊 我去找他們學習我們家的東西 因為我心中的想法就是要把爺爺的東西整合回來 因為到了我們第三代很多東西不見了 我們必須承認他就是斷層 那斷層的我們身為後代 我的概念是這是一種使命 我一旦踏上這條路了 我必須要把他找回來 這是我會希望做的事情 那我就開始去找我爺爺的徒弟在哪裡 一個一個去找 還在教學我去找 所以我爺爺當年很多個很有名的徒弟 人家稱他們叫海門烏虎 烏虎我找了很多幾乎都有拜託 除了王建旭老師去世的比較早 沒有那個機緣 另外四國都幾乎都有跟著他們學 然後還包括有一些沒有位在烏虎的一些老師 但是還有其他專長也很厲害的 我也有機會跟他們學習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福分 所有的師叔伯都跟我講說 我爺爺當年最喜歡的一個徒弟 這樣講會不會太好 最喜歡 我爺爺當年稱讚過的一個徒弟 OK好 連大家都不在了 我爺爺當年最稱讚的一個徒弟 叫做孟謝林 孟老師 他是台門烏虎裡面其中一個 但是他是我爺爺稱讚 為什麼稱讚他 不是說他功夫好不好 是他的學習上面他是扎扎實實 一朝一夕規規矩矩的練 那所以他喜歡這樣子規規矩矩的感覺 那很多師叔伯都跟我說 這個老師當年學爺爺的東西非常的完整 希望我去找他 我怎麼樣都找不到他 因為他很早就沒有在武術界裡面教學的 我找不到他 那我一直想要找他 念頭就出現我要找這位老師 我要還原爺爺的武術 那怎麼找都找不到 然後我都會常常回到爺爺以前在228公園 以前叫新公園 現在叫228公園 他在那邊教拳的那塊場地 我會去那邊踏踏去感受一下 當年他教拳的樣子 現在變成孫子站在那邊練拳的樣子 然後練一練我就有專門休息 那有一次真的突然間一個老人家 全身白衣好像發了光從我目前走過來 走到我旁邊跟旁邊的老人家在聊天 然後聊一聊就是他以前有跟過韓信堂學習 然後我就跟我爺爺學習 我就去聊天跟他搭訕 原來他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孟老師 哇怎麼那麼巧 他就突然間我要找他 找不到的時候他就在我生命中出現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想跟他學習 他就帶著我一對一的這樣子學下去 然後他劍練得很好 那他後來是跟昆仁仙宮這個派系練修道修仙的東西 他也教了很多道工給我 所以我後來文武術其實跟道工有很大的一個聯結 也是因為他的情緒的關係 他那時候跟我教我練劍 然後後來遇到台灣政治上面有一波叫做紅山軍導扁事件 那個時候很多人為了要去上街頭抗議 然後228公園那邊都不能使用了 然後孟老師因為這件事情而我們就暫停了學習 然後暫停了一年多 因為後來我也忙了 然後有一次我們那把劍就斷掉了 我就收到訊息他要訊息了 那時候職業倦怠 每天睜開眼睛都在做一樣的事情怎麼辦怎麼辦 剛好就出現了我爺爺杭州那邊的徒弟的後人的學生來到了台灣 找到了我 然後跟我說杭州那邊有爺爺的徒弟的後人 他們知道祖師爺來到台灣他們想要來看一下 我因為這樣原來爺爺在那邊還有一些徒弟 買好了機票 然後讓我不久一個人過去到杭州 一下子 好多人來接我還有花還有布條 我才一個人而已 接了我過去 然後跟那邊的杭州老師見面相見歡 然後就跟我說他們辦了一個小茶會 大家繼續去 嚇到人山人海的上面寫的兩岸武術交流 兩岸我才台灣一個人 兩岸武術交流 然後把我請到大位 他們帶著我到處去繞爺爺當年在哪邊教權 在哪邊發生了什麼去聞 所以我其實是很感激這些所有的因緣 甚至我又提出了一個想法說 有機會我可以到山東爺爺的老家去 然後去找到爺爺當年的其中一個老師的弟弟 按到備份也要稱老師 他的孫子 那他這個孫子是他爺爺親自教的 他就跟我說 就想跟我說 我教你東西 你沒有機會跟你爺爺學到的 我代替爺爺教你 就是這樣子他教了我很多孫兵權 奇門劍這些東西 如果我不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壓根也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故事 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包括我回來以後 我把爺爺的故事寫出來了 想完以後 我思考 我問 問自己 我也對我自己來說 我也算是有一個小禮成碑 我完成了這個東西了 我還可以做什麼 突然間很訝異的發現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那一年我爺爺的榮歷生日 我爺爺每年都是在榮歷生日守體地 我爺爺每年都是在榮歷生日守體地 所以我就覺得他在傳達叫我守體地 所以我那一年就開始開商門說我守體地 不再表示我是很了不起的人 但是代表我們為這個家族這個派系 我們開支三頁 所以就是大概是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大概是這樣子 一直到了現在心裡轉變 感謝這些一路以來幫助我的人 甚至批評我的人 我向朋友去思考都是感恩嗎 沒有他們沒有我 對 所以真的是感謝他 呵呵